健康2.0 凱雲便宜 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有一種體型 其實是最危險的 他在我們常常看到的 政治人物身上就有 就是上鄭文燦最近 大家都在討論 他的雙下巴 然後圓滾滾的身材 不到80公斤 你相信嗎 之前光是啦啦隊要抬他 我們都幫這些啦啦隊擔心了 我們要證明給大家看 我健身應該有一點成果啦 總統這個黨部的半身不會造假吧 難道是不相信市長不到80公斤 桃園市長曾文燦 再度佔上體重計 這回當著總統蔡英文的面前 要小英勤演見證 實際過要78 這個房秤多久啊 蔡英文一句話 讓大家都笑翻 市長鄭文燦 比起一星期前 又受了快要1.6公斤 連民進黨立委蔡英宇也被要求量一下 109 對 奇怪 看不出來差那麼多 還叫總統做見證 這個如果他不是真的 站上磅秤去秤 我根本不相信 他不到80公斤 肚子這麼圓耶 而且大家看 他跟立院男生蔣萬安 這個身形標準 另一個身形圓滾滾 居然只差5公斤啊 那是因為鄭文燦 他大概身高170公分 然後體重 從3月24號 大家所所知的 量到不到80 79點半 就算80 一個禮拜之後再量 78.2 他真的持續有瘦身 有減重 節食 少吃多動 這是他前幾天有跟我講的 那立院男生 幹嘛 他還塞紅包給你就對了 其實那天公開場合碰到 我說很多人都不相信你 我要是來TVBS 他們也說可能要談你的這個體重 他說 那不然你把我那個電子棒身拿去 給製作單位看 那不然你去買一個也可以 就這樣嗆我 那我說我是相信你 因為我常碰到你 但是我要講的是 蔣萬安委員 他就是176公分左右 然後他是這個73 74公斤 所以他比蔣萬安高五六公分 他的體重 卻跟蔣萬安差不多 甚至比蔣萬安輕一點點而已 所以他很訝異 所以才會很多人不相信 有人就是說 蔣萬安看起來肉肉 他的確肚子很大 啤酒度 因為他當市長沒辦法 以前當民意代表 當議員的時候 還有當這個在從政的時候 他就常常會跟人家應酬喝酒 我跟他出國幾次 他也都是喝啤酒 所以會有啤酒度 所以為什麼叫胖周瑜 所以你會知道說 是不是體重比較 他的體重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熱天女孩 可以扛得起來他 然後他那個體重 是真的假的 其實我一開始是 想一想 覺得蠻狐疑的 後來因為經過去年底 到今年初 我覺得看到他 有在控制他的飲食 我覺得後來看一看 蠻不意外 所以他真的有 蠻瘦一點點 好 他瘦一點點 可是我們有趣的是 他這個身體組成 你看喔 剛剛那個熱天女孩 扛他扛得那麼辛苦 肚子大大的 真的是肚子很大 然後跟這個 蔣萬安差五公斤 怎麼身形會差這麼多 體重沒有差很多 身高也沒有差太多 樣子完全不同 對 其實我們說 胖有兩種外型 你知道嗎 一種外型 就是全身胖 像靖平這樣 也有一點點 我就是脆肉 我胖胖的 因為蔣萬安是肌肉 我是脆肉 像靖平這種 大概都是比較 小時候就有一點胖 對不對 對 另外一種就是 四肢細細的 但是中間胖 那這種通常都是 年輕的時候不胖 是年紀成年以後 才變胖的 對 才變胖的 那其實剛剛提到說 他這樣子的胖 只有80公斤不到 你知道我反而有點擔心 怎麼了 這個對健康其實反而不好 為什麼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的身形 有肌肉跟脂肪 可以構成我們的身形 對不對 你看像文燦兄 我跟他照過相 我知道 你知道他這樣子 不到80公斤 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胖都是脂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同樣的重量 脂肪跟肌肉 你知道那個脂肪的體積 是肌肉的兩倍 兩倍 那當然還要看肌肉的構成 五花肉 三層肉 那個不一樣 但是大概1.6倍 到兩倍的這個體積 所以你看他體積很大 對 那為什麼不那麼重 因為是脂肪太多 對 那講萬安 因為他可能有在練肌肉 對 所以你看起來雖然不是很胖 但是肌肉的重量比較重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說健美先生 你知道嗎 體重都是超重 因為肌肉的重量很重 強健 那各位看我一下 像我呢 來來來 球員又站起來一下 我有在運動 你們知道嗎 我也是差不多170 但是你知道我體重多重嗎 多少 我74 對 那你跟長官差不多 對 我74公斤 所以你們看不出來 對不對 而且你跟他差4公斤而已 他的脂肪 對 肚子比你大很多 但是你看我瘦瘦 很多人還以為我很瘦 其實我是肌肉 我真的不是很瘦的 所以這個就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脂肪的體積跟肌肉體積 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其實你剛剛提到說 後天才胖的人 容易肚子這邊胖一圈 而且腳是細的 我們看到很多 中廣身材的男子 他是有點沒有到焦壓咖 可是就不是很有肉 那這樣子你比較擔心 他們有哪些狀況 除了內臟脂肪高之外 還有哪些健康問題 對 內臟脂肪高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 美約診所在美國很有名對不對 他們在2015年發表了 在內科醫學年間發表了一篇統計 他們發現什麼 他們發現說 如果你的體重正常 但是就是肚子大 對 這樣子到底健不健康 他們就拿來跟全身過重 重量超重的男女來比 結果發現說你體重正常 光大肚子而已 死亡力幾倍 是那種胖子的兩倍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你以為你不胖沒關係 肚子大就還好 可是錯了你看 他不胖肚子大就已經這樣了 何況是肚子大又過重 對 兩個因素加以搞不好 死亡力是四倍 那腳呢 腳細細的其實就是表示說 他脂肪都堆積在內臟這附近 肌力不足 對 那肌力又不好 那內臟那邊代謝就變差了 所以你說什麼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塞中風的機率 就大大的增加 死亡力也會增加 所以我們要建議 政事長趕快減重 會比較健康 我們待會兒有方法來告訴政事長 還有告訴大家 其實過去我跑政治的 當時看到鄭文燦就是這樣 瘦瘦的樣子 怎麼會突然之間吹氣球 這個只能講歲月不饒人 大家都有年輕的時候 你講出了你的心聲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大家去拿高中的照片 或是大學校畢業的照片 或是剛下成功錄的照片 男生大概都長那個樣子 就是左邊身的樣子 四五十歲之後 大部分都是政事長現在的樣子 因為前一陣子在症災 所以政事長滿常遇到的 每次都看到他 他確診確實有瘦 跟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差很多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能怪他 你這種中年會變胖 一定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新陳代謝會變慢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這是天生的 這沒有辦法 第一個你看他 一天要跑十到十五個行程 每個地方要不要喝兩杯酒 要 要 每次怎麼都在喝酒 啤酒熱量那麼高 你喝下去熱量跑去哪裡 最後會變成脂肪 這是沒有辦法的 而且三個 他晚上回家的時候 因為大家還在有親子時間 他把握這個時間陪兒子吃宵夜 幫他一整天都沒在陪兒子 可是剛剛好 他兒子又喜歡吃麵 所以他就煮麵給他兒子吃 他都知道麵這個東西 雞胎質就是很高 所以他吃久了胖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還是要原諒政事長 不過還是要跟他講 要保重 因為剛才那個 邱惟師一直在講 其實大家都知道嗎 脂肪的密度大概是0.7 脂肪的密度大概是1.1多 所以脂肪丟在水裡面會浮上來 然後肌肉也會浮下去 所以如果像政事長 像政總體型的 他唯一的好處就是 不會溺水 不會溺水 像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說 很忙的時候就沒吃 然後一直忙 然後忙完之後 再開始大吃 或者靠腸自己 這樣比較容易 有哪一些狀況產生 其實我們最常 在減重的時候 很常遇到很多人說 營養師我真的胖得很冤枉 我一天只吃一餐或兩餐 還比那種一天吃三餐的人 還要胖 其實的確我們會發現 你要維持正常的一個體態 最重要最根本的 就是定時定量 即使你是吃兩餐沒關係 或吃三餐當然是最正常的 定時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常常 有一餐每一餐的情況下 你這一餐沒有 下一餐吃 人就會有彌補心態 覺得說我會吃比較多 因為特別餓 吃比較多 而且這時候通常吃的食物 一般來說 都會是比較不健康的 像精緻的澱粉 油炸物 這時候其實都容易導致 我們飯後的血糖 一下子飆高 刺激胰島素分泌 我們都知道 胰島素分泌過量 其實這種熱量用不到 它就會形成脂肪 再加上其實我們身體 不定時不定量的情況下 其實身體承受的壓力 會比較大 這時候我們就會分泌 比較多的飢餓素 跟腎上腺素 就會讓人胃口大開 對 然後再加上 其實這樣子 常常不定時不定量 我們身體也有所謂的 保護機制 這一餐有了 下一餐到底是四個小時 還是八個小時 還是十個小時 所以它就多儲存一點 在身上 它就會走合成的這條路 所以其實種種的原因 都容易導致這個體脂率 或者是肥胖的產生 至於說 到底會胖在哪裡呢 大部分我們看到 腹部絕對是少不了 其實現在大家是看 鄭文燦跟蔣萬安對不對 過去大家看的是誰 當時大家都開玩笑說 林書豪跟連勝文 都190幾公分 體重好像也沒有差太多 可是身體 這個也是體態差很大 但連勝文也是因為 健康的關係 他很認真的減 對 其實我跟勝文哥也很熟 因為幾年前 大概約末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在網路上 很多人用網路霸凌的方式 去羞辱他 叫他神豬 那之後他真的 他有跟我說他真的很受傷 所以後來 這個當然在九年前 他開始去減重 減重了之後 你看他現在身材 他就差不多維持85 84 前陣子他跟我說83左右 所以你們的資料 還要再減兩公斤 所以他 但因為他平常他有運動 他有在運動 所以林書豪 他最自豪就是 他自己會跟這個 NBA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好手 林書豪做比較 林書豪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籃球健將 那你看到林書豪身高192公分 林書豪比他高2公分左右 那也就是說 林書豪有資格去打NBA 當然籃球技巧沒有他好 我就說林書豪他的體重92公斤 那林書豪當時胖到112 也難怪當時網路酸民 會用這樣的一個來霸凌他 後來他就下令決定 九年前開始減重到 現在目前85 84 83 那當然他一個禮拜運動三四次 而且他運動的狀況 不是只有單一的 我們想說跑步或快走什麼的 他會游泳 兒兒會陪他兒子 他兒子要去打籃球 然後他會去健身房 他是常常會去健身 會揪他幾個好朋友 會去健身 然後而且幾次他跟我們吃飯 我只有兩個禮拜前跟他一起吃飯 他請我們吃飯 結果他自己都只吃那個前菜 蔬菜 然後就是肉片一兩片 然後他不吃澱粉 他都跟澱粉絕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像連勝文聖文哥他這樣子有決心 我覺得還是要有毅力 我問他說 你這樣七年瘦了多少公斤 他說至少二十七公斤 現在大概二十七到三十都有 七年 所以現在他的身材是比林書好 還要好囉 來 那敬平 因為他做的是非常多種的運動 你還久沒運動了對不對 我頂多就是走路 在公園散步一這樣走幾圈 好 今天給你一個機會 來跟我們笑 我覺得老師一起運動一下 曉軒老師 像這個連勝文 他就是做很多種的運動 所以我們平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科醫怎麼做 然後可以簡單讓大家動起來 然後開始消耗一下 好 籃球是一個很好玩的運動 剛剛我們還沒開始錄之前 籃球只拿到這邊 我都還沒有辦法run 因為全部的工作人員 通通拿去玩了 好 很簡單的方式 為什麼籃球 他可以瘦身很快 第一個 他必須要有一點深蹲 半驅蹲馬步 來 敬平兄 半驅蹲馬步 然後我們有一點點 要往前進的時候 後腳有一個推進力 必須做一個前後的移動 所以他也需要你的身體的協調 跟扭轉 好 我們做最基本的 遠地運球就好 就單手 你可以一隻手先支撐在你前面 這一隻腳 然後因為太久沒運動 我怕你受傷 好 去蹲一半 單手運球 我們很簡單眼睛看前面 單手運球去 右手去 左手回 右手去 左手回 右手去 左手回 對喔 好 來喔 走 現在姿勢還不錯 要蹲著 蹲著 訓練肌勵 好 換手 好 來 左手回 來 走 我左手就不斜條 所以要練斜條 我的球會跑掉 腳去蹲 好 然後再換手回來 換手 這是單手運球 單手運球 是不是很簡單 我已經很喘了 太喘了 那我們把腳蹲成一個馬步 兩腳平行 右邊一次 左邊一次 身體很有規律的呢 朝向你運球的方向 我的球怎麼好像要跑掉 一次右邊 一次左邊 你沒有早一點來 跟你的球培養感情來 我很早就來了 好了喔 那我們一邊運球 一邊往前走囉 很自然的往前走 身體不能起來喔 腳微彎 訓練到大肌群 對 然後再換邊 好喘 下去 下去的時候放鬆 是氣 腳彎 我的手腳不斜一條 再回到基本的原地運球 OK 好 廣告之後我們要來看 那麼這個只是 現在大腿方面 我們剛剛提到腹部很大 這個時候 到底要做什麼樣的運動呢 另外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呢 減重減體脂分三個階段 我們先告訴大家 肥胖奇 可能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你在飲食跟運動量 還有選擇上完全不一樣 馬上回來 天心健康室 沒有週休二日 你多久健康檢查一次 健康2.0每星期 臉肺幫你健康檢查 好傷是不是 所以你 你可以從外觀看 底的時候呢 膝蓋看 要稍微下來一點點 膝蓋不好 五大平台 呵護你的健康 下午兩點 我們先go 晚上七點 我來接手 所有無味不治的關係 都在健康2.0